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爱你中国 好好唱的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沉添 风波的养鸟 我爱你秋日金黄 你说过 我爱你轻松旗帜 我爱你红梅品格 我爱你家乡里天扯 好想如此滋润 我 我爱你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 太好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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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祖宫 我的祖宫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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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在拍了 你们后悔吧你们 真的 不是 如果把这个人找到我对上 我 我不知道怎么帮他 他太厉害 而且他的唱法我根本 不是我理解的范围啊 对不对 我们一直以为是 是是是是 这是你的菜吧 其实他的这个歌手这种充沛的激情 其实我觉得和杨坤是很合拍的 所以我转过身来 我觉得我选吧 因为他选的这个歌又是很正的一个歌 好像还听到了一点摇滚的味道 那个Queen的那个皇后乐队的主唱 对对对 我们能知道那些伙子 你除了像刚才这样的歌曲 你自己平时是唱Rock吗 My heart is a rock 谢谢 心有果 我一直在听我也在想 你来参加你选了这么样的一首歌来 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我在 我在表达我自己的音乐梦想的时候 我也是 存在着父辈们的音乐梦想 因为我爸爸也非常喜欢唱歌 他今天有在场吗 他已经去世了 对对不起 其实也就是因为父亲的一些影响吧 他们那时候去黑龙江 然后还大兴安领区铺过火 他们那时候就是因为一句话就可以有 如此大的一个奉献精神 他们那个年代的音乐也能够给他们 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些鼓舞 所以说我想用我自己的现在这种年轻人的方式 去唱这样的歌 所以说我把这首歌也送给父辈们 家人 谢谢 对家里面的大人呢 对小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这是一种传承 传承自己的这个特色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会非常的有意义 这在多少年以后我们回忆起来 依然会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记忆 其他人没有的 对 我非常欣赏这个选法 谢谢你 恭喜你杨坤 这个时候有人要笑了 兄弟 对不住了 你只能跟我走了 恭喜了 这个特位的 会要他们三个老师都失望的 我会好好表现 恭喜 我真的选到你 我太高兴了 让他们气得吧 平安在这个舞台上 唱出了父辈们的面向 而杨坤也成功获得了 今天的第二位学员